这个周末生活通要介绍一本书 叫做《我的青春我的歌回到校园风》 是疯狂的风 那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曹玉美 玉美姐 曹老师 玉美姐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大家好 我是曹玉美 1979年民国68年就进入新格唱片服务 您知道吗 我们的听众很多 1979年还没出生呢 哦 先来谈谈您怎么会酝酿了这本书 听说这本书写了好多年 很简单 就是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回忆 那在八年前就是演唱会明歌四十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有去 因为这个演唱会 我去看了 给我一个感触 他们唱的都是我了解的 为什么我不把它写下来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源头了 它阻止我 然后刚好人间福报 这是佛教报纸 但是他们也愿意接受非佛学的东西 我就提案 我来写一个专栏叫做《我的青春我的歌》 都表演歌曲好不好 他们总编辑同意了 我就开始写 这个专栏写了五年 所以酝酿了很多稿子 那以后我就边写边改 总共是八年的时间 那我今年年纪也大了 我也想给自己 给这个社会做一个纪念 就是说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时光 大家听不清楚呢 不清楚你看我的书都写得很清楚 好 那其实在这里头有讲到了 我的青春我的歌嘛 回到了校园风 那事实上一般的听众朋友 在听这些歌的时候 都觉得是校园名歌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校园名歌酝酿之前 其实很早 您写的是在金运奖之前 你就有谈到了很多的一些歌曲 而且呢 其实你也对名歌的定义有了一个 在书上有写到嘛 对 比如说我们讲到了名歌 我们真的就是想在那遥远的地方啊 像这种民谣对不对啊 那我们现在听到像金运奖 这种什么风中的早晨啦 看我听我啊 这些歌曲应该就是校园当中的 一些创作歌曲啊 当时那些大学生 希望能够创作出自己的歌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年代 虽然没有赶上名歌时期 但是我也是差个几年 那个时候大学生都在听西洋歌曲 很少这个自己创作 所以其实就酝酿出大学生就想说 创作一些自己的歌啊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璀璨的 到现在您说名歌已经快要到五十年了 对不对啊 名歌四十 那很多人都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 陶姐啊 小富哥都说 哎 那个十年举办一次 会不会现在有点久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五年五年 因为名歌三十之后就四十嘛 四十就应该四十五啊 五十这样啊 那我们来谈谈啊 您书上有写到了 就是校园名歌 其实我们在听这些什么金运奖之前 应该是先有一些些的创作 都是一些大学生在创作 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 从杨选 我们为什么要用它作为校园歌曲的一个起点 就是因为它正式的在中山堂发表了 在它发表之前 其实已经有一些优秀人才出现了 比如说五统雄的偶然啊 其实罗大佑已经开始写了 闪亮的日子 不是那个电影吗 对 上映两天嘛 那时候我们 我是为了看刘温正啦 所以说在这之前 在杨选之前 还有龙小桥 这些人物都给它打了基础 所以认谅出大家自己创作 也是对于大家都听西洋歌曲 不爱听国语歌曲 台语歌曲 觉得那个又老又土 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用这样的评断了 对 就是说觉得距离我们很遥远 我说年轻人啊 是是 所以认谅起一个创作风潮 那刚好金运奖是个心格唱片 也缺歌 也一直在挖空心思的想创意 哎呀 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市场啊 那因为杨选已经成功了 就刺激他这个灵感 然后我们来办一个比赛 激发年轻人来创作好了 来唱歌 就这样开始的 所以第一届有陈明嫂 包美胜他们出来 第二届是奇遇 王孟琳 其实我要先声明 王孟琳没有参加比赛 对 那时候王大哥自己也说 他没有参加比赛 自己拿作品过来 主管一看 哎呀 这个很好啊 就是语中极井啊 换句话说 我们虽然说比赛比赛 其实很多人才 你不比赛 还是会可以获得赏识 像那个潘昂邦 他也没参加明瑶峰啊 海山唱片就重视他 那请了叶家修 大家一起酝酿出 外婆的澎湖湾 这张专辑 所以这些人有些年纪大了 你看王孟琳不是快七十了吗 是 潘昂邦已经过世了 他们都为我们奠定了基础 我们要感谢他 对 这是我想把它写下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我小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听过那个杨选余光中 那个民歌手 给我一张坑坑的吉他 对不对 一件风里飘飘的长发 这是 我记得是这什么 还不会唱呢 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 那个我觉得就好好听 因为后来我忘了是民歌四十还是三十 就是杨选有回来 他当时是从国外回来 他好像还研究中医等等 那您刚刚有讲到说 在这本书当中 您讲到了好多的人 也好多的一些歌曲 我们待会继续的聊 先休息一下 马上会来 我的青春 我的歌 你的青春有什么歌呢 最近陪我女儿去看这个颁奖典礼 她的青春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她的偶像都是来自于外星 水星啊 金星啊 天王群啊 我们那个偶像 那个年代也许很多人是小虎队 有些人是棒棒糖男孩 我的年代 我的偶像是谁呢 就是刘文正 所以大家就知道 每个年代都会有她的偶像存在 那今天呢 邀请到呢 我的青春 我的歌的作者曹玉美 玉美姐 我们刚刚讲到了明歌啊 但是你这书上 有特别讲到了三大企业 这三大 我倒是没想到耶 歌龄 国际牌跟星力 其实他们都 在那个年代当中 也是造成了当时的 唱片市场很蓬勃的发展 是不是 是这样啊 其实这三大企业都存在 只是他们都是贩售电器产品 对 但他们就想说 为什么只有硬体 没有软体呢 你有录音机 要推广 那录音机要放卡带啊 那我们来做音乐 就这样开始了 所以是 其实星力工资就是 金运奖是最后的 柯林早就蓬勃发展了 什么凤飞飞啊 狐狸舞啊 好多人哦 邓丽君什么什么的 反而心格最弯 那心格走得不好 我说流行歌曲 他们就改变 那变成校园歌曲 结果那两个也跟着改变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潮 是 所以有这三大企业 我们要感谢他 你看歌龄那个年代 歌龄唱片嘛 对不对 您刚刚讲到狐狸舞 还有沈宴江临啊 比较晚期 对不对 后来洪小桥也是歌龄 洪小桥 当然是我妈妈那个年代 她戴着帽子嘛 对不对 然后创作是个才女 然后大家都要猜 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你熟不熟她的歌 唱哼两句吧 风吹着我 像流云一般 孤单孤单的我也只好去流浪 是不是这首歌 好 你点歌是不是 点歌我就唱啊 不过啊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现在还留着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学吉他 就一定要学吉他嘛 对不对 唱歌一定要学吉他 自弹自唱 就有一种歌本叫做弦 弦的这个歌本呢 小小的 非常便于攜带 第一首歌我都记得是 吴楚楚 楚楚歌的好了歌 那这个弦其实它是类似盗版 对不对 它就是把一些所有的歌 都放在那一个小歌本里头 听说你当时在新格的时候 你们好像也想要做歌本 是这样啊 弦他们赚宝了 那些他们都是一毛钱都没进账 那那个时候盗版风气很盛 你也不知道怎么抓 那时候新格想到要抓 那又有人建议 别抓了 就自己出歌本吧 结果没想到 出唱片很容易 出歌本可很难啊 无敌而终 那这个玉美姐啊 那你在这本书上 有写到嘛 其实创作这种东西 就是你看杨玄 就是用余光中的歌词 对不对 当时余光中先生呢 也写了一篇短文 他觉得说哇 在那个很温暖 什么潮湿的空气中 在中山堂 他觉得就是很开心啊 那后来其实像是胡适 那也是有胡适的一些作品 原来的诗 有改编成歌唱的版本 兰花草就是用胡适的 原来的诗改动过的 杨玄把余光中的诗拿来谱曲 引起了别人的仿效 其实谁先谁后不一定哦 比如说大家已经流行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兰花草 已经开始流行了 就是把以前的人写的 现在是普进歌曲 这个风气起来了 所以其实它就是 旧我团歌曲的前身 这个校园歌曲 其实它是承袭着 旧国团歌曲而来的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 从旧国团到校园 我以前也参加过旧国团的 这个什么南横纵走啊 虎啸战斗营啊 其实我们都唱很多 鲁拉拉的歌嘛 我记得像是 现在像大家知道 周传雄小刚对不对 他有一首歌也是旧国团的 也是旧国团的 那旧国团有一首歌曲是 偶然 非常好听 您在书上有写到 其实偶然 其实有三首同名的 都叫偶然是吗 偶然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对 都可以说偶然偶然 好 我们现在就谈我书上说的 三首偶然 第一首是 比较属于 艺术歌曲的 就是徐哲默那个嘛 我时天空 里里一片云 手说老师叫我们唱 那第二首呢 是武统雄 他们在 山野营队 营队 里面流传出来的 应该这样说 武统雄是个寄谱者 寄下谱子 也就是说 中流传一首 西流传一首 大家听了以后 会把它寄谱寄下来 那么听说偶然 根本是两首歌合并的 对 我这个也有听说 武统雄的就是 偶然就是那么偶然 他后头有什么 为什么忘不了你 为什么点记着你 这是第二首偶然 对 他就把两首又合并了 因为其实你是想 救国团 鲁拉拉的这些歌曲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这边抓一点 那边抓一点 然后大家就是 一面走路啊 然后一面团康的时候 来唱歌 那第三首偶然呢 就是陈修霞 在他的电影 邱俠 他的作曲能力很不错哦 到现在我们还在唱他的歌 他的偶然 不逊于前两首 那借着电影更红了 好 那让大家回味一下 好 休息一下了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这个校园里头的一些歌曲啊 我们如果从这个60年代到现在 其实可能听到都是 金韵奖啊 明耀峰的这些歌 但是刚刚听到了一些 比较特别的人物啊 可能要四年级 三年级的同学呢 比较熟悉 那接着呢 我们再请玉美姐来聊聊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杨祖军嘛 杨祖军其实他们也早期 当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他现在是大学教授 但他之前也做了一些社会运动 然后他自己也唱歌 来谈谈杨祖军 然后跟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美丽岛好不好 我们先讲讲杨祖军 那个杨祖军啊 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啊 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政治色彩很重 知道他会唱歌 但是他的唱歌好像被政治掩盖过去了 那美丽岛这首歌 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呢 应该说美丽岛是李双泽创作的 他把以前的诗人叫做陈秀喜的诗 经过改编以后变成美丽岛这首歌 可是没发表他人就有勇逆弊了 所以后来经过他的好朋友 胡德夫跟杨祖军 把这首歌听写下来 有录音带哦 有录音带他们就一字一字的听写下来 第二天在他的送葬葬礼上唱出来 有点像是纪念他啦 纪念他 这个应该这样说 整个淡江大学都有这个创作的风潮 我刚才说的 胡德夫他不是淡江毕业的 但是他跟淡江的关系很密切 那不要讲洪小桥 他根本就淡江毕业的 所以整个美丽岛 整个淡江大学 都跟开创校园歌曲这个风潮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一张来写他们 这个很有趣啊 你书上还特别讲到一个小故事 就是李庄哲呢 其实有唱了美丽岛给排湾族的诗人 莫纳能听 对不对啊 那莫纳能 因为那个美丽岛就说 什么我们摇滚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啊 然后他就说 里头不是有说什么水牛啊 然后怎么遗起山林啊 避路蓝旅啊 那你知道排湾族的诗人 莫纳能就说 为什么是水牛 不是台湾黑熊吗 水牛是荷兰人带过来的啊 那为什么要遗起山林 我们祖先都说不能乱砍树 我们要跟大自然共存共荣 而且你们呢 说避路蓝旅 我们就要开始 原住民就要开始颠沛流离 这个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家 或者是创作者的对话啦 非常的有趣啊 也记录在这个玉梅姐的 这本书当中 好玉梅姐 我们接着继续来聊一聊 刚刚讲到了好多 你讲到了李双泽 因为他这个逆臂嘛 讲了杨祖骏 那接着我们来谈谈的 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蔡琴 他唱了许多梁洪志的歌 对不对 你有稍微有想到了 一些梁洪志的创作 那梁洪志的创作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恰似你的温柔啊 读你 听说读你这首歌曲啊 以前人家都觉得是情歌 可是后来他们就说 可能是梁洪志 他自己是写给他的主耶稣的 梁洪志 我个人很欣赏他 虽然他跟心格没关系 他是海山的人 所以海山有二宝 就是蔡琴的梁洪志 他们两个又是最佳拍檔 那我们看读你 已经是他们很后期的作品了 就是菲姐出版的那个什么 最后一页那张专辑 可见 从恰似你的温柔 到读你 整个梁洪志的创作 都一直是他的巅峰状态 只不过很可惜 他就过世了 梁洪志是这样 还有阿伦唱的那首歌 半梦半醒之间 也都是经典好歌 我不要论他是校园还是流行 反正你可以看得出来 梁洪志是个创作奇才 那他后来晚年 大概是身体不好吧 我也不清楚 他是天主教徒 他就花了很多心思 在他的教会事业上 比如说他把他的流行歌曲 填入了信主爱主这样的歌词 自己唱出来 虽然我们知道 并没有流行起来 但是能有这样的宗教歌曲 我们也要很敬佩 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宗教歌曲 那个西方的宗教歌曲 很多福音歌曲 应该说福音 我们华人的歌曲比较欠缺 奇遇有唱过 但是那也谈不上流行 所以说我个人是很敬佩梁洪志的 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谈谈 其实在这个时期当中 有好多的歌手 包括了很多人不知道 杨耀东是金允奖出来的 对不对 那郑怡也是 还有王海玲 王海玲的经典歌曲 其实它并不是情歌 当时创作者李敖 是因为在狱中写诗 给这个狱卒交换的 这个都有一些小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咯 你的青春有什么样的歌呢 想到杨耀东 你可能就会想到 哇他很会跳舞 星期六 星期六 脚步接近了 其实我记得呢 他当时在世新大学的时候 有去比赛金允奖 而且他的金允奖的歌曲叫做 应该是谁来海边之类的 那玉美姐 其实你有特别 也有写到杨耀东 一个小版本 对不对 这个小篇幅 跟我们来谈一下杨耀东 杨耀东说真的 他真的是帅哥 那个时候校园的歌手 各个都不会打扮 男生就是出线条 杨耀东不是 又高又帅的 公司给他唱 谁来海边 因为公司说 你们不要一直培养校园歌手 你们栽培一下流行的怎么样 主管想对啊 就像这种又高又帅又会唱歌的杨耀东 签约签下来了 很可惜第一张专辑 小时候倒是没有红 可是红了什么呢 季节语 季节语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洪荒达 马赵俊他们大量的写歌 大量的提供给金运奖 也大量的受到欢迎 季节语是其中之一 是 那我刚才讲的杨耀东第一张唱片 没有做起来 但是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是什么呢 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作曲家 叫做夜旋 夜旋 旋转的旋 男的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 他是台湾人去美国 然后又回来 带来了歌 带来小时候 早安晨跑 可惜没有红 接下来呢 杨耀东又要做新专辑了 夜旋啊 你提供一下歌吧 倒是让杨耀东一炮而红 就是星期六 所以说人才的出现啊 你很难说 他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有时候你等着要死 就是没人来 国外的有猫王 台湾的猫王 那个时候 大家就说是杨耀东 对不对 那这个杨耀东大哥 其实也是真的 宰歌宰舞啊 那其实在金运奖那个年代 还有王海玲嘛 王海玲当时是在 北一女的时候 她其实年龄还没到 就去参加比赛 对不对 但她的声音很好听 所以她唱了像是什么 忘了我是谁啊 这首歌曲 很多人就觉得她好厉害啊 呃 所以讲到忘了我是谁 其实就会想到了王海玲啊 那还有一位呢 就是大家很熟知的正宜 正宜姐其实她也是从 民歌吧 算是校园民歌 然后慢慢慢慢变成流行歌曲 好 我们看一下王海玲啊 跟正宜 其实是同一届参加比赛 王海玲第一 正宜没有得到什么名次 可是李太强是评审啊 拍拍正宜的肩膀说 你唱得很好 给他莫大的鼓励 哎呀 李先生赞美我耶 果然 他们两个都红了 就是王海玲跟正宜啊 那王海玲她在金奖比赛的时候 唱了这一首英文歌 My heart belong to me 我心属于我自己 震惊全场 哎呀 剪这个西瓜皮头 头发了 脸上冒着痘痘的一个高挑的女生 唱歌怎么这么好啊 然后那个王海玲不会弹吉他 他请同学伴奏的 这个没关系 通常你要自谈自唱的话 吉他会列入评审 等于说会打分数了 那他还好请了别人来 就是说把自己的缺点隐藏一下吧 那入围啦 得奖啦 光是要发派歌曲的时候 忘了我是谁刚好出炉 哎 这首歌给谁唱呢 那就王海玲吧 就这样 所以 我说真的王海玲也是运气 今天如果给郑立思唱 给郑怡唱 我相信也会红 是 所以分配给她 我觉得是天意 注定她要走这条路 你看 很多人都不再唱了 王海玲还继续唱哦 你看那个郑怡 不是不唱 她忙着她的角子 她的勾姿 你知道吗 她很会编织勾织 所以说王海玲唱红了 忘了我是谁 其实她很受好评的是另外一首歌 也是苏莱写的 就是记郑愁瑜的诗吧 不再流浪了 这首歌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首诗啊 我从头到尾都没看懂过 但是就是给苏莱普的那么好听 我们就说王海玲一直唱到现在 我还记得她有一首歌 也给人印象深刻 是在金蕴奖里面啊 是我心是清全 非常好听 而且这首歌曲呢 当时应该是在台式的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叫做巴黎机场 那个年代当中出国还要审核 那个年代是他们去真的到国外去拍摄的 好 我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我的青春我的歌 其实很多的歌手都已经退休了 因为年纪大概都六十几七十啦 就像刚刚玉莓姐讲到了一样 但是有些歌曲非常经典 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你心中是哪一首歌呢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 像是刘兰西的《小雨中的灰意》 跟郑丽丝的《和年和月》在相逢 玉莓姐我们先来谈谈刘兰西好吗 她后来呢 这个已经也出家了 然后现在也已经就是离开了 我们来谈谈刘兰西 好的 第一个啊 我跟刘兰西共事过 那个时候心格是以俊一讲红透了 刘兰西这个流行歌手倒是半红不红的 以后大家把她归类为校园歌手 其实不对 她就是走流行路线 那她在《小雨中的回忆》 说真的 就有一点民谣风 就是浪漫啊 唯美啊 这样的风格 她那个时候自己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可能自己心理上也觉得有点不平衡 她觉得她不输沈宴将领 可是人家比她红呢 她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所以呢 她录完了四张专辑 就第四张是北风 她就叫一个好老公 是个医师 两个人到美国去了 那再过了几年 她出家了 震惊了歌坛 大家找都找不到她 因为流行艺人出家 毕竟是个不寻常的事 大家都 媒体都想采访 大家都找不到人 那她现在虽然已经过世了 那我说真的 一个人 她的甜美的笑容 甜美的歌声 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那就好了 这是我对刘兰西的感觉 她就是变成了 后来就出家法号是道容法师 我记得大家怀念她的时候 大家还可以去网路上查询一下 她也曾经回到台湾 有担任翻译 她的英文非常的好 那接着呢 在我们节目最后 我们就要来谈谈郑丽丝 因为刚刚刚要讲到郑丽丝 何年何月再相逢 哇 这首歌也好好听 其实郑丽丝是歌龄的人 但是那时候 哇 让心格惊讶 怎么有这么好的声音啊 也就是说 人家也都在发掘人才啊 所以郑丽丝周志平都是歌龄出身的 那郑丽丝何年何月再相逢 很好听 我记得明歌四十演唱会上 他也有唱歌 也有出来唱 很好听 后来我七八年前知道啊 他在书店卖书当店员啦 我知道的时候 他是在高雄寄一国书屋 现在在不在那 我不清楚已经断讯了 那他的歌很好听 可是我书上不客气的写了一件事 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根本从胡适改编过来的 胡适的诗哦 可是做词者用了一个名字 我忘了什么名字 罗什么的 你为什么不能诚实说 这是胡适的诗改编 改写的呢 为什么要按一个某某某的名字上去呢 这是我不谅解的一件事 好 那也就是现在呢 这些书籍记录了好多 我们不太知道的故事 我们只是听歌 但是呢 透过这本我的青春我的歌 让我们了解 在那个年代当中 除了歌之外的一些小故事 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 我觉得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再次来介绍这本书哦 我的青春我的歌 也谢谢曹玉美玉美姐 谢谢你 谢谢 I like I like Radio